本周科学 本周变迁改变了全世界的环境 大气的组成 环境 气候 水纹 甚至森林 都可能产生改变 就像我们一样的兰花 有可能因为大气环境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 那现在的环境中呢 它有可能改变了现在海滨的状态 今年2022年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 在有人造卫星以来 南极的海滨达到一个最小的状况 这也是人类首次发现 南极的海滨缩减到200万平方公里以下 在2022年的3月8号的时候 南极冰雪数据中心 所发表的资料中 他们发现 南极的海滨在2022年的 2月25号的时候 达到了史上最小的面积 只有192万平方公里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张图 这个就是这几年来 海滨的大小 在2017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创下当时的最小海滨的记录 大概是211万平方公里 不过今年比当年 在小更多 小20几万平方公里左右 你可以看今年的寒基海滨 缩减到史上最小 但是你很难想象 在2008年到2013年的时候 当时海滨有369万平方公里左右 比现在至少大了将近二分之以上 不过到了2015年以后呢 海滨的数量快速的下降 到了今年192万平方公里 而海滨的减少 是不是就是全球暖化的结果呢 其实目前科学家觉得两个关系 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不是非常的确定 有些科学家觉得 或者海滨的减少 和风其实是有关系的 风会造成冰的减少 而今年2022年的海风特别的强 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海滨 进入到温暖的地区 所以造成冰云的融化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的海滨其实是在慢慢增加的 一直到2014年以后 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随之又开始下降 到了2017年的时候 创下历史新低 不过很奇怪的是 在2020年的时候 又回到了平均的水准 那到底是不是温室效应所引起的 造成了海滨的减少 这就有待科学家长期的观察 才会知道 是不是这个状况是永久持续的 好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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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